天外天垃圾掩埋场在民国94年底封场 之后重建为天外天环保公园 目前基隆的垃圾交由焚化炉处理 基隆市议员江建玉关心垃圾掩埋场污水处理程序 建议在焚化炉上游空间下 将掩埋场的垃圾重新开挖进行焚烧 基隆市的垃圾量实在是没有超过300吨的规模 因为我们基隆市的人口只有不到40万 正常来讲只有200多吨的垃圾 除非我们基隆市的人口能够暴增到100万的时候 你可以增设三个炉 本席也不会去反对 因为你事实上有那个需要 我们真正希望说 我们这个垃圾能够把旧的也埋场的垃圾 底下的垃圾能够挖起来 重新再 假如我们垃圾不够的话 把旧的垃圾场里面的垃圾挖起来烧 这个是本席的一个愿望 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说你把那个 你把那个掩埋场的垃圾挖起来烧的话 那么将来呢 我们对于整个基隆河上原的污染源呢 就可以陆陆续续的来减轻 对于我们基隆市的市民的饮用水啊 也比较有保障 我希望说呢 我们环保局啊 能够这个 能够采纳啊 希望说呢 不要给我们这个市民朋友呢 太多的负担 我更不希望呢 我们因为啊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垃圾呢 我们渗出水 造成地下大地的污染 水源的污染呢 这样对市民的健康造成呢 重大的影响 这样就 我们就 真的很不希望 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有 曾经有看过 屏东 还有其他的几个县市 也曾经发生过呢 这个垃圾掩埋场呢 发生闷烧的事情 那么也希望说 那造成的非常非常严重的 这个空气污染 如果说我们既然有盖风化炉 那风化炉我们还有容量 也还有三百多吨的 这个容许量的话 我希望把旧的 这个掩埋场的地方呢 这个地 这个掩埋场的垃圾 能够挖起来 把它处理掉 环保局长达巡时强调 天外天掩埋场 是台湾第一座 符合环保规范的掩埋场 当年不论污水处理和掩埋方式 都符合环保法规 不建议再次开挖 垃圾处理是一个科学和学理 所以在这边跟预作报告下 我们就就科学的部分 来做一个说明 第一个 天外天的之前的掩埋场 是台湾第一座标准的 卫生掩埋场 它是依照从国内外的技术 去设置的一个掩埋场 所以会产生的渗出水 是全面的收集 然后和处理 都不要让它排出去 那当时为了要 因应在水源地 我们还采最高级的高级处理 RO的方式 就是逆渗透的方式来做处理 那到最后我们的一个政策决定 是因为污水下水道 干管的一个部设 还有和平岛污水处理厂 已经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就以采砖管的方式 在渗出水场 做初步的二级处理之后 纳管到和平岛的污水处理厂 所以跟预作报告 整个天外天的掩埋场的 垃圾渗出水 是有全面的收集 做有效的处理 那第二个是 预作有讲到 那个垃圾要挖起来处理 那一般都是它埋在 不对的地方 埋在河边 或是没有是像我刚才说讲的 它不是依照标准 去设置的卫生眼埋场 当然它有很多的污染物 可能没有办法 做一个有效的收集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 把埋在底底下的垃圾 拿起来处理 那我想在天外天 掩埋场是一个标准的 卫生掩埋场 我觉得如果它没有发生 很严重的污染状况 我觉得应该还是 一个好的垃圾处理 议员江建宇说 他反对焚化炉继续扩建 基于基隆市民 饮水安全考量 建议环保局能够开挖 垃圾掩埋场 进行焚烧 记者黄少鸣 这种报道